我是鋸田捷徑技術公司 我是鋸田捷徑技術公司 那在兩年前我們加入了品牌藥菲 ZHR 改造計畫之後 我們現在的名字叫做Chanubot 它是一個法文 重獲新生的意思 因為我們在創業的初期 我們是把原本要丟棄的農業廢棄物 回收回來 變成材料 變成產品 來取代塑膠製品 所以我們的品牌部分 就與我們商討之後 然後我們建立了一個企業的名字 叫做Chanubot Chanubot Chanubot它是法文 重獲新生的意思 我們算是一個新創 我們今年進入了第五年 那我們的公司 全部到今年有14位的員工 那為什麼 我們會安排我在做品牌ESG的一些分享呢 其實我們是很努力在做ESG 我們並不是一開始在一起追究我們的業績 那我們每個部門 我們的行銷部門 業務部門 都是以我們的厲害關係人的利益為出發點 要默默地去執行的五年 那在2022年2023年 我們的業績成長了兩倍又兩倍 在2023年就是去年 我們每一個人的人均貢獻是120萬美金 所以品牌ESG是可以 同時照顧到我們的厲害關係人 也可以去獲取我們能量的多利 那我們90%以上都是外銷 最大的市場是在歐洲 那其中以法國為主 所以我們的品牌就是以法國為命 那接下來我會簡短的來介紹一下我們在做什麼事情 我們就是把台灣原本要丟棄的農業廢棄物 像是泛渣、咖啡渣這些原料 它會造成了一些農民或是企業的廢棄物 那這些廢棄物 以前都是丟棄在農田裡面 或者是請廢棄物清理公司清潔者的話 他們都要花費很大很龐大的清潔費用 那現在我們要解決這個問題 我們幫農民或是平常去解決他們廢棄物的問題 回收後來之後變成材料 再利用我們自己本身 從學術學生開始到現在 我們累積的一些總結指示 我們把這些廢棄物變成材料 可以去取代一般塑膠 之後我們再把這些材料 配送到不同產品的加工廠 像是說吸管啊 本來在生產塑膠吸管、吸管茶 或是杯子、杯蓋這些產品 他們不需要去改變他們原本的設備 只要硬更材料 換成我們材料 就可以去生產一些相對高質化的產品 之後我們再把這些產品 傳到消費者的手上 然後他們去感受到說 其實 像我們大家習慣的便利性的塑膠吸管啊 或是一次性的產品 塑膠袋之類的 也可以用這種植物型 比較永續的材料去取代 讓他們在保有便利性的同時 又參與了這種永續的生活 使用完之後就可以回到我們的處理系統 我們跟植物一樣分解掉 在法國的時候有到一家餐廳 剛好看到他們有在使用我們這種甘蔗做的吸管 那我們就跟那個廚師說 你這個吸管是我們台灣製造 他是用甘蔗茶做的 他就很開心的帶著我們去他的廚房 他說你看你們的東西 我用完之後都直接丟到廚餘裡面 然後就直接拿去做揮給你 直接做粉絲 那我們的這種理念跟做法 跟環境的責任的影響力 在全世界都不會有很多網紅 或雲金也很認同我的做法 所以他們就會一直在幫我們的差異下來 那以上整個介紹下來 其實在我們接觸品牌 要配這個計畫之前 我們的介紹就是這個樣子 我們就很像是一個製造業 我們在生產什麼東西 我們在販售商品 那總結看一下就是說 從一開始我們就是回收天然的甘蔗渣 然後變成材料 到生變成產品 在外銷到直接各地到消費者的手中 使用完之後 可以在圖廣裡面自然的分解 當然這個過程要有很多的認證跟驗證量 那其實我們在做的整個事情 我們的品牌郭文燒的Cama 他就跟我們說 你知道你們在做的是 SBGS的12跟13嗎 你知道你們其實一直在做的事情 有很多面向都是在做ESG嗎 其實我們一開始 從創業一直在執行 每個面向都是 對著利害關係的 朝著利害關係的 有力的方向去進行 像是說我們回收了甘蔗渣 我們這幾年幫農民 減少了甘蔗渣 已經超過20000度 那我們甘蔗渣回收回來之後 我們也不用一些工業的方法 去加工那製造它 我們用最簡單的 太陽的熱度去乾燥它 然後把這些工作機會 再委託給當地的農民 這幾年下來 我們給農民的代工費 增加他們 額外的收入也超過了7500萬元 那第二階段 我們不設新廠 我們去找我們台灣原本很強的 傳統的加工廠 我們把才要給大家說 我們來改變一個原料 我們來做出相對環保有競爭力的產品 那也許是他們 有競爭力的產品 可以外銷到全世界 那也增加他們的代工費 再提升他們機台的加工 就是一個共享的概念 那我們會做成吸管一次性的高差 什麼都可以看 這也不是我們的設計 這是歐洲的客戶 歐洲的客戶 你可以提供我一個環保低碳 可以自然分解 然後看擺放技術 最重要的道理 你的產品 他們需要 所以我們 用我們的材料 用我們的技術去生產 所以我們所有的產品 都是因為需求 我們才去生產製造 那在消費者使用上 他們非常的 他們其實不知道說他們的 他們使用的吸管 這些杯子 杯蓋材料店 他們其實不知道 只是後來 他看到我們 然後你會發現 哇原來這是甘蔗茶做的 這是咖啡茶做的 這是咖啡茶做的 他使用完之後 你也不用得到熱水粉 不用去回收 你就跟著廚具體氣 在廚房裡面 就分解掉就好了 所以 2022年很幸運的 我們參加品牌藥費的計畫 我們的品牌公共同 我們獎明心了我們的願景 使命 我們的核心能力 他跟我們說 你們就在做 SPG 這12跟13 那接下來 我們 移清了很多 我們自己 對於自己 的一些品牌定位 當然 我們也幫我們移清 對內對外 凝聚了我們的共識之後 我們這幾年的 不只是 在業績上的成長 就是在同仁之間的共識 也是非常的 非常的 嚴峻 像我們的同仁 其實他們都是 我們不需要他們 我們沒有鼓勵他們加班 但是他們的 工作時速都很長 因為他們想要做更多的事情 那接下來 我就會 介紹一下說 我們的 品牌顧問是怎麼 把我們商業模式 輪入到我們的品牌 定位裡面 這是 2018年19年 我們自己做了一個 一個品牌 叫做100% 但是我們在 在國外參展的時候 會不會我們看到 他們很喜歡我們的東西 但是看到這一筒字 他們不知道這什麼東西 所以我們回來之後 他們並找不到我們 就算他們想要上網 我們必須不夠分 他們也找不到 因為這個值得很小 真的太難了 所以我們的 品牌部門都跟我們說 你最主要是要去外銷 需要去學到你的影片 你必須要有一個很容易 讓他們找到的名字 所以 2020年 我們就 在討論之後 我們的品牌比較合物 他就是 從後期間 把一些有可能 要丟棄的配型 比如說 變成材料 變成產品 再回到 回到 一般的 大家生活中 然後 使用完之後 然後回到土地 做一個生物質的品牌 那在這個過程 你的品牌部分 跟我們在釐清 你們的願景是什麼 你們是賣產品嗎 還是銷售你們的服務 還是要賣你們的技術 那我們最終最終 從離清到這方面 原來我們是要成為一個 淨零半排放的提供者 我們可以提供很多服務 很多建議 那也是因為 這一個 我們的願景 離清了 所以其實我們的商店模式 有做了很大的改變 以前我們就是 做產品的消除 他們從去年開始 然後開始做 專業的服務 比如說 我們跟 我們跟 金色商牌 做最初階段的討論 我們幫他們說 其實你們可以做哪些 減碳的方式 那在這個對話的過程 討論的過程 其實我們就會 繼續照在離開 因為他 他得到了他的解決方法 那我們提供了我們的專業 所以我們的部門是說 其實你在賣你的專業 你就必須收費 那第一個付費的就是 我公余升級 他們真的付了一筆 付費 就是自取費給我們 所以我們也打開了另外一個 商業模式就是 我開始賣我的專業 賣我的建議 那我們的使命分為三塊 第一塊就是說 我們從我們公司自己做起 我們精進我們的技術 從內部到生產 我們要賣相碳足跡 第二個 我們也協助企業做 減少碳足跡的一些方案 或是方式 或許不是我們可以達成 我們可能只是拿 整個企業做減少碳足跡的一小塊 那我們可以協助他 來規劃說 你們整個企業 怎麼去減少你的碳足跡 怎麼去減少你的廢足跡 我們邁向的一個計算 第三個 我們也在這幾年 在不管是歐洲 美國或台灣的各種 這種有趣論壇 我們一定都會參加 去分享我們的經驗 來做成一個 對環境保護的一個倡議 怎麼樣 那我們的品牌承諾 我們如果讓客戶看到 就是說我們的品牌承諾 就是我們要用再生的資源 像是植物性的材料 來再應用 來取代實化的材料產品 同時我們也啟發每一位消費者 來做他生活上的一些小來源 那接下來我會介紹說 然後幫我們來做了哪些 品牌的優化跟品牌的形象 那一開始就是最基本的CIS Pro 就是我們在創立品牌之前的一些樣品包裝 可以看到說我們的刀叉匙啊 杯子啊吸管 其實還是用這種塑膠袋在包裝 然後技術的時候 就是我們去買工牌的主箱 寄給國外的客戶 所以在國外的客戶 收到我們的樣品之後 他還不知道我們的 產品或能力之前 他的印象分數就很低 我們也收到很多客人跟我們說 你們能不能不要到塑膠袋啊 那現在就是品牌設計後 我們組第一的紙盒 他是有由蔬菜油膜 然後我們設計到說 我們把裡面的塑膠袋打掉 我們是用紙盒的設計去做到防塵 防塵的效果 所以整個紙盒的整個看圖 其實我們都計算進去 他這是2C的整個 關於品牌的設計零售的包裝 他上面有規格 你看到的尺寸 就是裡面的尺寸 右上角有一個不同規格 他連材料製作使用 運輸到歐洲 使用完之後 你買在塑膠裡面 他整個生命都已經很完整的 碳排放清楚 他後面也很清楚的 用一些圖案去標示說 這一盒裡面買到的 他是有符合哪些認證啊 像FS7啊 或是他不含有哪些 Wrest 符合你的一些標示 那這就是第二個 倒沙子的包裝 那這邊要強調的 就是我們所有販售的商品 都是客戶叫我們去生產製造的 所以我們目前不需要去開發新的產品 我們只需要把我們的產品 碳排放降的越來越多 就是客戶要求我們的 他再也分享一下就是 因為我們做了這個品牌 本路工 他們知道說我們提供的不只是產品 所以我們有一個歐洲客人 他假設我的一盒7塊塊 他100塊 他是給我們120塊 他說希望我們到明年的現在 我們的漢派上要得到20% 所以這就是做品牌 給我們帶來的一些額外的收益 並完全擺脫 就是我只是販售商品 我只是販售商品 我們開始跟品牌商 跟我們的客戶去討論說 接下來我們要做的事情是哪些 可以幫這些你們的品牌做哪些事情 那品牌設立也非常有感的 就是說你設立的品牌 讓你的客戶知道我們能做哪些事情 我能提供哪些服務 有助 對你是有幫助的 他開始跟我談的是合作 而不是採訪 他開始跟我談說 可口可樂為例 他在全世界都有很多共產 他開始跟我談說 在這個場所 我們來設立這個產線 要做哪些事情 因為品牌的建立 對我們整個公司的商店 是不是完全的去走向另外一個不同的方向 那這是我們之前的名片 就是一個職務的職 雖然有設計庫勞 那外國人就是覺得它是一朵 不知道是什麼 我們就是這個 然後這是我們現在的一個很清楚的 就是一個職務行程 很勞勞的名片 那有一個標語就是說 我們要努力做一個 就是一個建立攤牌的世界 那以前我們參展 就是這樣 找到五張 每一次的參展 都沒有一定的主題跟定位 那現在我們的條位都很統一 就是今年的設計定位是這樣子 那今年的所有的展 都會是長這個樣子 非常的清楚跟簡單 那也因為這種長相 這種比較多美的長相 像我們的鞋排 在我們的官網 其實裡面看不到說 我們的產品 我們的產品的比例很低 或是一些比較大方向的一些 靜靈看牌的標語 或者是說 我們可以減少 零廢氣的一些建議的提供者 那反而是這一種標語式的 讓我們吸引到很多歐美的客戶 那我們也要同一個 我們展覽實用的服裝 那這是我們的閒台 以前就是不知道定位在哪裡 每一個頁面都是不一樣的 就是沒有一致性 就是完全不一樣的風格 那現在我們就會 改善這種定位不清楚 每一個頁面都很清楚 色系也一致 然後大家看得非常舒服 說我可以買到什麼東西 那這個東西 它的數量可以幫我們 如果有企業檢討多少湯台放 那我們的網站 接下來也是 我們把品牌的色調和製造 然後每個頁面都非常清楚 杯子就是杯子吸管 或者是撈叉子 再也就是說 每個品牌 因為我們分成大小 這些 都是客戶它的需求 那如果我們要新增 什麼製造 是客戶要做 必須新增那個產品 或是從關鍵字搜尋 我們去把這個品牌 新增出來 那我們每一頁產品 都有它一個非常明顯的視覺 比如說吸管高插實在 就是 定位出它在這個視覺的產線 那我們也做了一個 非常比較 理念式的 目錄 它裡面有講 講了很多 我們整個集團 不是集團 很多組織裡面 每一個部門 他們在 對利害關係的人 做了哪些影響力 那在目錄方面 我們也是走非常的 就是非常簡單 讓我們的客戶 一看就知道說 這是什麼東西 那又這樣講 有的是蜻蜓 但是我們跟我們的品牌 都會討論了很久 那個蜻蜓 其實它是有意義的 在蜻蜓 它必須要在一個 非常非常 乾淨 潔淨的環境下 才能夠出口 所以你看到這個地方 有蜻蜓 就是表示說 這個地方的環境 是非常乾淨的 那我們也討論 我們整個樣品 激送的包裝 在這裡 我們有非常多 其實有很多 就是 關於設計的人 它會截止說 它會用很漂亮的包裝 但是我們的禮拜 我們就跟我們說 其實你們就是 要很乾淨 進來一趟 所以不管是顏色 或是設計 都採用最簡單的設計 所以我們整個 其他包裝 大概就是沒有任何硬性 這是激送樣品 整個大西巷 這個就是我們所有公面的開頭 或者是我們的網站 就是說 我們追求的是一個 精靈開放的世界 是一個 你是一個 偶也可以啊 說精靈的理也可以 所以打開我們的網頁 第一頁就是看到這些 最後一頁就是看到這些 所以我覺得品牌再造 真的是把我們整個 商業模式的方向 轉到一個網頁先 其實並不值得 那我們所有的部門 也是朝著 對利害關係的人的利益 像我們的生產 就會跟我講 然後我們在工廠 他的駕動率 這個月不足 他完全好像是 站在別的公司 在跟我講話 但是也是因為這種關係 我們的上下游的 緊密度更增加了 所以跟我談的都不是在談 怎麼去做生意上的買賣 而是做怎麼 我們下一步的合作 下一步的合作 那也因為 這一個品牌 我們有歐洲的形象 可以跟歐洲的一些企業做對話 所以我們也得到了很多 歐洲資源的機會 希望今天的分享 對大家是有幫助的